它當樣板 可能需要改的就是這裡面的字的大小 因為預設一定是9號字,太小 所以你一樣把它改成16 這樣看不出來 但是你將來輸入字的時候 直接執行的時候 它就會有不太一樣 直接執行它 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它改成16 它會比較大 如果你沒改變9 奇怪,框框這麼大 字怎麼那麼小 原因在這裡 當然其他你字的顏色 要不要改不改 都看各位 然後Ctrl鍵按向下 一個兩個三個 如果格子 空空假如間距不OK 一樣怎麼樣 垂直間距 色違相等 它就排整齊了 OK 然後再來就下拉清單 這個是男女 也拉一樣大 反正這樣看起來比較整齊 如果不知道有沒有跟它一樣大 沒關係 這兩個以它為準對不對 然後格式 對齊一樣是 對齊上面 然後大小的話呢 你就是 可以 怎麼樣 這邊有個什麼 大小設為 調整大小 有沒有 完全一樣 因為你有下面那個 拉的可能不大不小的 你可以把它設為完全一樣 OK 然後 然後 再來就是什麼 最後還有一個什麼 Label 標籤用Label 因為這個標準體重 秀在這裡 好 這樣子 那可能會改什麼 第一個 把裡面的字拿掉 Caption 第二個的話呢 Enter一下 把它的背景 因為它設成灰灰的 把它用成灰色的 OK 類似像這樣 太灰了 這樣好了 OK 然後再來的話 大小 那如果你要跟它一樣 跟上面都一樣的話 一樣 拉一下 然後全部都再做一遍 也許你調整大小 全部都一樣好了 全部大小都一樣 然後間距要不要設成一樣 設成一樣 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不OK的話 你還可以配合什麼 那個就是微調一下 慢慢再調 那最後呢 再加一個什麼 命令按鈕 拉一下 OK 那這個的話叫什麼 看一下 叫確定跟清楚 那做法都一樣 你就改一個Caption 跟改一個字的大小 這樣你的那個 一個表單呢 我想就應該很快就做出來了 做完之後呢 第二步驟就是記得 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因為將來呢 你要叫得出上面的名稱 才有辦法去抓到它裡面的值 因為如果你那個名稱 沒有統一的話 你以後抓錯了 放錯位置 那一個蘿蔔 變成這個1號 要放1號 A沒有放A 放到B去 所以呢 我會把這個名稱 重新取名稱 也許叫 買A B C D E OK好 假設下名稱 這個按鈕的話 叫B1 這個叫B2 好了 這樣的話呢 我就會比較知道說 誰是誰 那標籤的部分呢 不需要重新命名 為什麼 因為它只是裝飾用的 將來不需要在上面做存取 所以不用管它 好 一個表單 就基本上的外皮就做出來 那再來就要撰寫程式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部分先做一下 來 可以的話呢 就是大概快速的弄一下 如果不行呢 反正你就是把那個 一個外觀 做一個樣子就可以了 這個東西說真的就是 一定還是要動手做 你做熟了之後 大概做個表單 你給我什麼 比如說你一個紙本 你要叫我幫你做 習慣了之後呢 還不容易 對 兩下下就OK了 所以 將來呢 你如果要 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 固定的那個 統一的輸入界面 或者是說你可能要做一個什麼 會員系統 其實像 進銷存系統 或者公司 對應ERP的一些 一個銜接的系統 其實都可以用這些來做 所以很多人會很頭痛就是 你要再去開發一個系統 對公司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學會這個東西的話 它幾乎可以客製化 那能夠做到什麼呢 基本上你想得到的 應該都辦得到 我想 這個 這個VBA的工具 其實它的成熟度 已經非常高了